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FORM ONE的Chapter 1,然后也许在Chapter 1会有新的同学第一次来看我们的YouTube频道,所以允许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不是一个学校专业的老师,但我是一名实习医生,然后喜欢利用我课余的时间来录影片教大家如何更轻松的去学习科学,然后希望可以帮大家考更高分,会分享一些Tips,然后会分享给大家在某一些Chapter哪些是你们特别需要去注意考试很喜欢出的问题,然后我们直接来看下去。 科学,我们稍微介绍一下给刚升上FORM ONE的同学哦,科学是一个很有趣的科目啦,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我们介绍学的东西,每一个都很好玩,科学一直在演变哦,从恐龙出生在地球,到从猴子变成人类,科学一直在演变着,然后尤其是埃及人哦,很神话级的一个种族,他们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在研究这个科学, 所以他们发明了很伟大的金字塔,然后同时他们在天文学方面也很厉害哦,你看右下角那个图画,就是他们在学习星星月亮这个天文学 好,所以如果你懂得中间这一幅图画叫蒙娜丽莎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他的画家是谁 就是左手边这个Leonardo Da Vinci,达文西,他出生了1452年,他除了很会画画之外,他也是一个很神话级人物 他也许我们可以讲他是地球上第一个想象人类在天空飞的样子 右上角那个图画就是他画出来飞机的样子,结果也给他画中真的飞机大概又长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他真的很厉害 然后左下角跟右下角呢,这两幅图画就是人类的解剖学也是他画出来的 他除了是一名画家跟这个工程师之外,他也很努力地在学习人类的解剖学 所以他去学习人的骨头啊,人的肌肉这一些,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然后所以科学慢慢就演变成我们现代的科学就产生出这一些很厉害的科学家 比如说左上角的距离夫人,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然后爱迪生发明电灯泡 我们也稍微致敬一下这两个很厉害的科学家,一个是霍金跟爱因斯坦 没有他们,我们人类就不能生活得这么舒服 没有iPhone,没有Aircon,没有车,都是靠他们发明出来的 好,我们首先来讲解这一个马上进入重点 自然现象,Phenomena Sambulagiadi, Natural Phenomenon 可以说通常在FOM1的第一个学校考试都会出一体,至少一体自然现象 很简单,好,自然现象呢,就是所有在这世界上它自己会发生的事情 不是人类刻意去发明或者是去制造出来的东西,叫做自然现象 比如说彩虹不是人类制造的,是它自己有的,打雷火山爆发 就连水灾也是属于一种自然现象 那左下角那一幅图画很多鸟飞来飞去的呢 就是代表说这些动物根据气候的改变,它们也会改变它们的家乡 就叫做动物搬迁这样,也是属于一种自然现象 因为是他们自己的行为不是人类造成的 所以就叫做自然现象 那什么东西不属于自然现象 就比如说人类发明internet,发明手机,电脑 只要是人类发明的东西,那些机器,aircon,风扇都不是自然现象 那这个考试会怎么问? 通常会问在ABCD 它就会问说,请问以下哪一个不是phenomena? 或者以下哪一个不是natural phenomenon 所以它就会给你选择A彩虹 B打雷,C水灾 D internet 所以答案就是internet internet不属于自然现象 很简单,没有问题 好,我们接下来看实验室器材 这个也真的很重要 除了会出在ABCD 它也可能会出在写的subjective那个部分 我们接下来会讲解到很多不同的实验室器材 我这个slide里面只讲的是特别重要的器材 当然我们实验室的器材不只是那七八九个 有好几十种 我之前讲的只是你们特别需要专注的这些器材而已 好,也许怕你们有太多东西需要记得 所以首先记得名字很重要 有能力的话再来记得它的功能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看试管 OK,左边这图画就是试管 马来文叫Tabong Uji 英文叫TestTube OK,记得名字很重要 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拿来装东西 我们可以拿来装化学的液体 然后如果考试在就考在考试的时候 老师问你啊,请你写出 风系UntoTabong Uji 或者Function of TestTube 你只要写出用来装东西 马来文怎么讲UntoMeng Isi 但文章博巴汉Kimia 英文叫Do Content or Mixing Chemical Solution 偶尔你考试也会叫你们把它的Symbol 它的简化版的这个logo给画出来 如果考试叫你画的话呢 那你就跟着右手边这个图画来画给它就好 好,所以这也讲一下考试通常会怎么问 第一个最常见的问法就是问你名字 老师会给你一个图画 这个TestTubeTabong Uji的图画 叫你写名字 写名字最常问之外 再一个就是问你它的缝隙缝隙或是它的Function 接下来可能会教你画 所以这三个东西 同学就希望有能力大家就把它背起来 好,试管讲完 我们现在来看Tabong Dede 英文叫Boiling Tube 是不是它看起来其实跟上一个东西 上一个试管其实看起来一样 它们其实真的是差不多一样 只是差别就在于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Tabong Uji 那个TestTube是不能够拿来燃烧的 为什么不能来燃烧 因为它的底部很薄很薄 然后这个Tabong Dede 这个Boiling Tube 它就是在它的底部把它加厚 这样它就适合拿来加热 所以Tabong Dede Boiling Tube 是用来加热的 因为它的底部很厚 Digunakanuntumomanaskan bahan kimia Use for heating chemical 所以你看如果你要画那个简化板的symbol 其实Tabong Dede Boiling Tube 跟那个Tabong Uji TestTube 它的logo是一模一样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 叫做Bica 英文叫Bica 它就是一个像杯的样子 只是它有一个好像嘴巴的形状跑出来 所以也是因为在英文 这个鸟的嘴巴就是叫Bic 所以它就有一点类似像我们的这个杯 所以这个杯也叫做Bica 或者叫做Bica 它看起来你就可以知道说 用来装更多的化学液体 所以它就是用来装更多的化学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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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 amount 所以你要画它的话 就像下面这个图画这样 画一个四方形 然后加一个尖尖的嘴巴 这样子很简单 OK 名字记得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Bica 英文叫Bica 好 这一个是Glarang Corn 或者英文叫Cornical Flask 然后它看起来是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所以你可以 为什么会叫它Corn 为什么会叫它Cornical 就是因为它长得很像Ice Cream的Corn 这样子 OK 它同样也使用来装东西 但是它特别是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在装东西 之前我们讲Bica是装东西 Testube也是装东西 那这个Corn又是装东西 这样这个Corn是装什么东西呢 它是拿来装过滤过后的液体 就好像 好像你的妈妈 你的阿嬷在做糕的时候 他们要打破那个面粉 要过滤那个面粉 就是他们只会把这些过滤之后的东西 都装在这个Corn里面 所以它是用来 Digunakan undomeng isi Haseo Turasan Haseo Turasan就是过滤之后的东西 它叫Haseo Turasan 英文叫Use for Containing Filtrates Filtrates就是过滤之后的东西 叫做Filtrates 好 所以记得 这个东西Galancorn Conical Flush 也是用来装东西 只能来装过滤之后的液体 然后要记得这个重点 接下来看这个叫做Balang Gas 英文叫Gas Jar 所以很容易就知道说是拿来装气体的对不对 像左边这个图画这样子 所以老师问你Function的话 缝隙缝隙 Digunakan gas to collect gas 你要画它的话很简单 就是一个四方形加一个长方形的底部 就这样子而已 记得名字最重要 Balang Gas Gas Jar 然后这一个就是叫做Cylinder Penukat 或者英文叫Measuring Cylinder 你可以看到图画哦 如果老师给你这个图画的话 超级简单 你看到图画上面这么多条线 就好像一把尺这样 你知不知道它能来测量东西的吗 对不对 所以测量马来文叫Menukat 英文叫Measuring 所以老师问Apaka Fonsi Cylinder Penukat 用来测量液体的体积 体积是Isipadu 液体叫Tachaya 在马来文 To use for measuring volume of liquid 用来测量液体的体积 好很简单 你要画它的话 就是跟上一个图画一样 只是你再加很多条线 这样把它看起来弄得像一把尺这样子 好这一个 这个Buret要打星星起来 在课本也要打星星起来 因为这个特别重要 应该考试 很大可能都是喜欢问这一个 要记得这个Buret 它的spelling不可以写错 尤其是英文的同学 Burette 英文是两个T 然后马来文也是叫Buret 这样它 它也是同样拿来测量液体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它有很多条线 就像一把尺这样 但是它跟我们上一个器材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你看左边这个图画 那个在左下 就是左边的图画 你看到有一个好像 一个可以转的东西这样子 那个就是你可以转动它 来让液体留下来 然后你可以转动它 说这个液体要留得多快 你可以转得很慢 就是慢到一种程度是它每一滴一滴一滴这样滴下来 是0.1ml而已 所以它可以用来测量液体 它的精准度是可以达到0.1cm3 OK 0.1cm3也是等于0.1ml 同样的单位来 所以我们来考试 老师如果问说它的function 它的分析是什么 同样你就可以讲说是找来测量液体 但是它更加的准确 它可以准确到0.1cm3 OK the better part 是应该0.1cm3 英文就是 to use for measuring volume of liquid to an accuracy of 0.1cm3 OK你要记得 它是一个很厉害的器材 可以精准度到一滴一滴 滴下来0.1cm3 好记得build rate之后 我们来看这个pipet OK build rate跟pipet 在课本打星星起来 pipet同样读英文的同学 spelling不要写错 是两个题来的 有时写错 老师会喜欢扣分这样 然后这个pipet呢 同样是拿来测量 OK也是同样拿来 mengu guard 拿来measuring 我这边写 拿来装 但是其实拿来测量 这个pipet呢 很特别的地方在于 就是你看它们中 中间有一个碰碰起来 中间膨胀起来的地方 你要怎么用它呢 你把它们挣在水里面 然后你只要按住中间 碰碰那个膨胀起来的地方 按住它 然后放手 这整只东西 都会自动把那个水给装满 就是装全部水 都会装进去这只东西里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图画 它有写50ml 或者是左下角的图画 有写25ml 代表就是说 这个pipet呢 它只可以拿来装固定的体积的液体 比如说这一只东西是50ml 那你按它 你一放手 它一吸 就是吸50ml 它不会吸多 不会吸少 准准50ml OK 如果说左下角25ml的话 你按住它 膨胀的地方 一放手 它马上就会吸25ml的水 OK 不会多 不会少 所以它的这里的特点 它的function 它的分析 就是它可以拿来测量固定的体积的液体 OK 固定的体积 所以马来文你就要讲说 它可以 Mengu Kat Isipadu Tejaya Yang Ter-Tab OK Tab是重点 英文就是 To use for measuring a fixed volume of liquid OK Build rate跟Pipet 在课本搭信心起来 这两个不要弄乱 好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 Torong to Nuts 英文叫Filter Tanner 这个我们家里应该都会有吧 就是 看你的阿嬷在做面粉 就是在做蛋糕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来过滤东西 对不对 所以就是它当然是用来过滤液体的 它是用来过滤液体里面 那些沉淀着的 不能够融化的固体 OK 所以 老师问你function 风西话就是 Unto menapis menapis就是过滤的意思 Bahan purple gel Bahan purple gel就是固体 Tida larut 就是无法融化的固体 Larut是融化的意思 OK 英文的话 Use for filter Insoluble solid Insoluble就是无法融化 Solid是固体 OK From the liquid 这样子 很简单 接下来看 这个也是最后一个东西 这个你一看图画就知道说 它可以发火 它可以铲除火源 OK 这叫做burnsen burner 在英文 马来文叫burnunu banssen OK Banssen这个很重要 所以它是实验室里面 你们唯一会看到 用来提供火源的东西 OK 所以它就是 Unto menber gal kan Nya laran api 或者英文就是 To use for supply flame during heating OK 很简单 用来烧东西 好 我们再重新讲一下 我之前这个slide里面 讲解可能七八个器材 但不是所有的 呃 就实验室里面 不是只有这七八个而已 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很多种器材 但我讲解这几个器材呢 你们要特别注意 特别在你们课本打星星起来的 记得 器材的名字 一定要灰 灰了器材的名字 有能力 再来背它的缝隙 它的function 背完function缝隙 再来背symbol 所以就看看同学能力到哪里啦 但是名字的器材一定要会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重点 就是实验室里的危险标志 这个也是考试很喜欢问 就是在你们分完不管是第一次考试 第二次考试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题目来问 好但是也不会太难很简单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标志 左边这个第一个标志 看起来是什么标志呢 答案就是容易爆炸在华语 所以考试问你 考试给你看这个图画 然后就叫你 南马干干拜你 或者是 Nim the picture 你只要讲说 容易爆炸的标志 英文爆炸叫explosive 你只要写这样一两个字 就可以拿一份的 那接下来考试可能会问你说 那你看到这个危险的标志的话 你应该采取这样的措施 就是有一些化学的液体 它们就是特别容易爆炸 所以就会贴上这个标签 那你要采取这样的措施来防止这些液体会爆炸 反正是你要避免它靠近其他的化学物品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不乱餐的话 等下这个化学物品就爆炸了 这样子 OK这个 它可以问在圈圆圈 也可以问在subjective 写的question OK所以也不会太难 如果 有能力的同学 可以把它背起来一下 有什么粒子呢 是容易爆炸的 OK只有一个你们要背啊 就是马来文叫gas hydrogen 英文叫hydrogen gas OKhydrogen就是我们oxygen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 所以就是为什么氧气会爆炸 因为它里面有gas hydrogen 或者英文叫hydrogen gas 这样很简单 好接下来看到一个火的图画 一个火的标志 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容易燃烧 很简单 所以马来文叫moda terbaka 英文叫flammable 很容易燃烧 那如果说一个物体有贴这样子 容易燃烧的symbol的话 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措施 很简单 就是不要让它靠近火 或者不要让它靠近热的地方 OK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句子 在马来文英文把它写下来 那我们的例子有什么呢 就是酒精和汽油 OK就是你们都知道汽油 就好像我们不管是煮菜的油 还是我们车打油用的那种 petrol都是容易燃烧起来的例子 好这个一个骨头代表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光自己猜的话 就是说可能你吃下去你会死掉 为什么你死掉 因为它有毒 所以马来文叫做poxic 或者是beratrun 英文叫poisonous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东西也许你吃了会有毒 会中毒死掉 这样要采取避免 就采取这样的措施来避免发生 就是你不要去吃它了 对不对很简单 所以这个例子有什么 就是水银 水银英文 马来文叫做mercury mercury就是温度计里面的 那个银色的成分 叫做水银 mercury 很简单 ok下一个 我们看到 从这个logo 我们看到有一个木材 跟一只手 然后两个都有一个洞 好像是被 住了这样子 就是 就是被 侵蚀这样 ok所以侵蚀 这张图代表着侵蚀 就是说 它可以让你的手 让一个物体给烂掉 它太有 太侵蚀性了 所以侵蚀性 马来文叫mongakis 英文叫corrosive ok就是它有办法 这个液体呢 它为什么有办法 去侵蚀我们 就是因为它可能太酸 或者是太减性 然后就 它可以让我们 的身体的某个部位 碰到之后 会马上烂掉这样 所以 如果假设我们碰到这一种 很有侵蚀性的液体 要怎么办 当然是马上洗手了 或者是你不要直接接触到它 你要穿手套啊 穿外套之类的 就可以保护好我们自己 那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有什么 就是很浓稠的酸性 或者是很浓稠的碱性的物质 所以 酸性 英文 马来文叫做acid 然后碱性呢 叫做alkali ok 酸性 碱性 在小学已经有学过了 所以这边 特别浓稠 是一个重点 所以浓稠 马来文叫perkat 英文叫concentrated 这两个关键字一定要写下来 好 这样就会一个 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 最后第二个 一个打叉的 symbol 打叉的symbol 就有点难猜啦 ok 那在这边直接跟大家讲答案 打叉代表着刺激性 会造成什么刺激 就是会造成喉咙 眼睛 鼻子 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 你可以把它想象说大虫 当然考试 你不可以给sample大虫啦 所以我们在切大虫 所以怎样 我们会觉得说 要流眼泪啊 然后开始流鼻涕啦 很不舒服 要打喷嚏啊 这样子 ok 你可以想说刺激性 就是这个 大虫有刺激性 马来文叫 merensa 英文叫 irriturn 那我们应该采取 这样的措施呢 我们就是要保护好 我们自己 不要让这个液体 或者是气体 去 对我们的眼睛啊 鼻子 喉咙 造成不舒服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 叫隔离厨 这个东西 在里面进行实验 所以隔离厨 马来文叫 gobo whatsapp 英文叫 fume chamber ok 你可以讲说 gunakan bahani ni didadam gobo whatsapp 或者是 use them in fume chamber 然后例子就 ammonia 你们只要记得ammonia 就好 ok 考试不要写大虫 上去 好 这是最后一个我们今天要汇的东西 这个相信大家看电影的话 常常会看到这一个图画 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有辐射的 对不对 所以辐射 马来文叫做radioactive 马来文英文叫做radioactive 就是spelling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接触到辐射的东西会造成这样 会对我们人体带来什么伤害 就是久了会对我们造成癌症这样 所以也是为什么x-ray x-ray或者是ct scan 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因为它会对我们造成辐射 会让我们会让我们得到癌症 那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措施呢 如果说某个如果说某个化学物品它被贴上这个标签 我们应该怎样去收这些化学物品 当然是我们要把它们收在用签做的容器里面 用签做容器马来文叫bukas plumbum英文叫litz container 可以把s-ray用签做的容器里面 它的这个辐射性就不会散发出来 就不会中到我们人类我们就安全了这样 好所以今天这一个 对于这件考试通常是怎么问 好考试它可以问在abcd 也可以问在subjective 就是用写的地方 所以它可以给你一个图画 我们考考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看到这个左边的图画 一个火在燃烧 好 或者是please name the symbol shown abcd同学你们自己看一下 你们的答案会是什么 OK答案就是donkey 因为它muda terbaka 英文叫flammable 就是很容易燃烧 很简单嘛 一看到火就容易燃烧 那如果在subjective的话 考试怎样问呢 就是叫你s-ray namakan 你就要写说它是muda terbaka 英文叫flammable 就可以拿到一分的 那它问你第二个 silah bagi chonto please give an example 那我们刚才讲说 有两个example 对不对 容易燃烧的液体 有什么 第一个是酒精 英文本来说叫做alcohol 就是我们喝酒那种酒 就叫容易燃烧 然后第二个example呢 betrol 就是我们打车用的汽油 所以alcohol跟betrol 就是这个example 所以把它背起来 所以也看起来也不会太难 对不对 就是只要大家听听一下我讲 就很简单 可以拿很高的分数 然后今天就是这些我们要讲的重点 希望一个稍微对form1的介绍 然后大家觉得轻松一点 不会太难 如果有用的话 请继续支持下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